走进大江堂 世界就变得青春远方 走进大江堂 人生就变得变得快乐 快乐很棒 欢迎收看文化大讲堂 在英语当中 瓷器China和中国是一个词 那么也就是可见了 在世人眼中 中国的瓷文化 占据着多么重要和显著的地位 那么原始瓷器从诞生 随着时代的不断的发展 而技术不断完善 在历朝历代都留下了 非常多的美轮美奂的作品 而青瓷呢 被誉为是瓷器之母 那么青瓷呢 诞生于商周到了明代之后 便进入了黄金时代 那么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地 请到了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 李志燕先生 为我们介绍明代青瓷器的建设 大家掌声用心 非常感谢各位 那请我这个讲解 这个明朝这个清华词啊 是我们国家陶瓷罚战史上 特别是景德镇的陶瓷罚战史上 一个黄金时期 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呢 就是秦华词器 那么这个 朱远章在建立这个大明王朝 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的前八年 景泽镇地区的农民起义军 和当地人民一起啊 举起了这个返元的大旗 就已经归顺大明王朝了 而且朱远章呢 也派起他的最得力的 最有这个行政领导能力的一个官员 那么到景德镇去 对那个北孔千疮 遭受战争破坏的景德镇呢 进行扶持 进行扶持啊 就是发种子 发耕耘 稳定社会 然后呢 恢复啊 这个持续生产 因为这个景德镇的持续生产 会跟他们带来一些战争的经费 而且大明王朝重建了这个王朝的时候 他登基的时候 也急需要一些这个 祭祖祭天皇宫用词 所以景德镇的陶瓷啊 实际上是在这个明朝 这个建立以前 就已经恢复生产了 那么这个明代景德镇的持续生产呢 他首先要得益于 朱元长的当时的这个稳定政策 稳定政局的政策 朱元长当时 这个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红武政权以后呢 他就警告他的大臣 警告他的大臣 不要放纵 不要过分的剥削 他说这个国家出建 好比小鸟不可以拔鱼 小树不可以摇根 然后稳定政权以后啊 他也对四周的国家表示友好 绝不对外面发动战争 他说要用天下人共享太平之福 这样啊 这个景德镇的这个 在全国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时期很快就发展起来 景德镇的御姚厂呢 实际上是在红武二年就开始了 但是红武二年这个年代呢 大明王朝还面临着全国分立的战争 所以没有能力 顾及景德镇的持续生产 御姚厂是建立了 但没有派官员去管理 也没有有政府拨款来经营 所以一直啊 稍稍停停 一直到这个建文这个四年 也就是涌落一年的时候 才走上了正轨 所以但是呢 考古发掘和社会收藏的词集当中 红武是有管谣的 红武有大量的 质地非常优秀的这个管谣作品 现在我们就讲一讲 红武瓷器 清华瓷器的特点是什么 根据我的这个归纳 根据我的归红武瓷器的这个特点呢 大概有四大特点 现在我们在这个看到的是 红武的民谣 红武的民谣 这几个谣啊都是我亲自到那个 现场就考古调查 就在景队这里摇里摇 摇里摇生产的清华瓷器呢 民谣就是这些 你看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它完全是带有这个元带的色彩 元朝的 你看它那个这个 叶子还像个葫芦 胎体也比较厚重 然后这些民谣完全是民间 民间生活使用的 这是红武的民谣 红武时期的民谣在社会上流传的 现在还是相当的多 而且经济价值也不贵 但是呢 在文化品味上就反映出当时的战乱以后 大明王朝建立啊 他们的一种这个爱好 一种爱好就是比较简练的 用一种简壁牡丹 来装饰 所以完全在民谣当中 首先改变了 元朝 清华瓷器那种 层次多 内容多 比较臃肿 比较臃肿的 这个特点 而且呢 在民谣当中 首先就恢复了汉人的文化 欣赏的习惯 我们汉人呢 做什么事情 欣赏文化 比较含蓄 比较简练 就是这个 讲究他的那个 有欣赏的余地 所以刘北 天地宽 你看这些都酥辣 都很酥辣 就是说你用了以后啊 没有一种拥挤的感觉 没有一种庞杂的感觉 而是一种酥辣的感觉 这是民谣 这个是 这个是洪武的瓷器 那么这边是幼里红 这最后 最边上的是一个甲骨董 这个甲骨董 这个是真的 跟它对照的 那么这边呢 是洪武的青花瓷器 洪武青花瓷器的 它的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继续保持 元代瓷器大型化的特点 就是器物比较庞大 器物大 胎体比较厚重 或元代的瓷器 也没什么区别 它器物造型大 但是呢 它跟元代瓷器相别 它这个碗啊 盘啊 薄啊 相对同样的器物啊 它做的比较矮一些 甚至它比永乐的瓷器 还要矮一些 它底部宽平 而且呢 拿到一件红武瓷器 它的底部啊 它是这个下塌的 圈竹啊 圈竹啊 也比较宽 竹筋啊 比较厚 竹筋比较细 那么我们用手啊 一般拿到瓷器啊 就要截足这个 这个器物的这个底部 这个底部啊 比较尖细 比较尖细 而且呢 它已经奠定了明代 这个早期瓷器的底部的结构 它早期的底部结构啊 它是这个底部啊 比较尖细 然后呢 它那个圈竹底部往上 往上呢 它逐渐线条往两边撇 它两边撇 它那个内边 竹筋内边呢 也是往的 这个上面 往外面撇 那么里头呢 这么一手 一手下的这个底部啊 就比较细 而且它比较矮 这个圈竹比较矮 所以把它一翻过来啊 拿到那个瓷器 你拿那个 拿那个圈竹往上提啊 它是提不起来的 所以明初拿不起 就是那个圈竹的竹面 跟那个底部 跟那个底部 或者跟那个 灌的那个背面 它那个角度呢 是120度 120度 所以它是 它那个比较尖 比较往里收 它那个尖部比较细 这个明初拿不起 这个特点就红武时期 就红武时期 建立起来的 这是一个特点 那么 红武清花瓷器 关于是四大特点的 第二个特点呢 那么这个 它的白度虽然不高 但是它的白度啊 比圆清花要细致 圆清花有很多瑕疵 比如说 索幼啊 还有漏幼啊 这些现象 在红武清花 红武的瓷器上面 基本都 大多数都壳腹了 它比较细 但是呢 它跟永乐瓷器相比 它又比较粗 它是处在 这个明朝开国时期的 所以它的瓷器 虽然比元代好 元朝清花瓷器 质量也是很好的 但是呢 它是处在元末 社会动荡的时期 所以这个生产呢 不是很安定的 那么红武呢 处在一个初步安定的时期 允乐呢 就完全走了正轨 允乐完成 所以啊 它也比允乐要粗一些 它是白中犯青 白有里面 微微放一种青色 微微放一种青色 这个青色呢 是符合于我们中国人 看东西的审美观念 不要太死白了 而是拜得比较含蓄 一种观感美 一种观感美 这个还有呢 这个翻过来一看 翻过那个瓷器的底部看 翻过瓷器的底部 看它的底部 它的底部有一些星星点点的3.6 这个星星三呢 星星点点的3.6啊 它比这个元朝的要小 元朝啊 因为它工艺还是比较粗 它的这个胶右的时候 在那个底部 粘的那个右块 稍微要大一些 还有不规则一些 到红武的时候 它那个星星点点就小一些 到云露的时候就没有了 如果人拿一个红武瓷器来看 看到底下的 你翻过来底部 不上右那个地方 如果磨成一大片的 磨成一大片的右 甚至整个那个底柱啊 一半都是那个右啊 那就是值得怀疑 因为它跟红武 我们考古华杰的瓷器的工艺 不相符 不相符 这一点 因为这些瓷器都是很高贵的 档次都很高的 无论是艺术价值 经济价值都很高的 所以一有怀疑 马上你们就要小心 马上就要小心 甚至我们在建立这个当中呢 如果几个同志在一起鉴定的话 一票否定 一个个地方出了问题 我们都不要 都不能收藏 因为这个收藏的夹壶筒啊 是对于本人也是省事 对于这个研究也是省事 如果有点夹壶筒呢 作为研究得出的结论 基础就动摇 基础就动摇 那么这个第三个特点呢 洪武瓷器的胎体特征呢 基本上和这个胎体特征呢 表现在这个大概四个方面 它的洪武瓷呢 瓷器叫减胎体 第一个 它和元代的瓷土是一样的 都是麻藏土 都是井内镇的麻藏土 那么土质都是很优秀的 但是呢 就是它工艺提高了 比元代提高了 一般的器物啊 它虽然是比较重 但是没有像元代那样重的厉害 它的发展的方向啊 它是向着这个精细的方向发展 第二个 它的台体的白度呢 白度明显的比元代提高 比元代提高 但是呢 台里面的杂质还是有 台里面的杂质有 这个所谓的杂质啊 就是井内镇这种 台体的一种特殊的东西 叫黑钥匙 黑钥匙 黑钥匙 那么这个黑钥匙呢 是一种非常坚硬的 黑了黑了的一种石头 那么它在塞的时候啊 它把大可力的塞掉了 但是细小可力它出不干净 出不干净呢 它就混到那个泥台里面 泥台里面整个那个台体里面它都有 但是呢 因为有诱里的盖 所以我们看不见 所以就在露台的地方 能看出 星星点点的 就像那个 额 沾水匙匙的鼻尖一样的细 细入豪华一样的黑点儿 在里头啊 比较这个淋散的分布 但是它不跟元朝要这个黑点的要小 再来这个中外的学者把这个点叫胡麻点 叫胡麻点 就是胡人的胡 芝麻的麻 胡麻点 这个黑点 这个黑点是不会拿手的 这个黑点呢 你摸起来是很光滑的 很平的 现在做夹骨董啊 你不叫胡麻点啊 它就给你做 它把台体做好的 台体还食用站在下面啊 它就用一些黑沙子啊 它往里掐 掐了它打磨 打磨了一勺的时候啊 这个黑点呢 因为它本身不是在泥调里面 本身就半生在 不是 它是厚加进 所以一勺它就长出来 一说一长出来 你拿一手 你摸啊 这个黑点拿手 这个夹骨董拿手 如果是真的的话 它的黑点你看 放大镜上看看能清楚 你去摸啊 跟那个其他的白的颜色 跟其他的那个 它绝不拿手 它很光滑的 很润滑的 嗯 这是这个 这个这个 所以这个 它的这个白度提高了 然后呢 台体里面杂质呢 还有 但是大物减少 这是第三点 杂质减少了 或者有的有的好的之前就看不见了 另外啊 这个第四一个呢 就是台体里面呢 往往烧的时候 原青花常常出现了一个 呃 台体里面有孔蝎 呃 有孔蝎 台体里面也出现一些孔蝎 有断裂 呃 有断裂 有夹扁 烧扁呢 还有呢 有翘铃 还有沾沙 沾沙子 沾沙子这些现象 基本上不见了 就是青花的孔料 它一般都是进口的薄饰料 呃 进口的进口 从薄饰进口的苏与薄青 苏与薄青 那么这个 呃 苏与薄青的特点呢 是蓝色深层明艳 呃 但是呢 这个显色效果啊 它比较复杂 陕西效果还不是很稳定 那么有的呢 很明艳 很漂亮 你像我们这个 呃 第二一个 这个红武的一个 山楂花的一个大盘子 那么它是比较明艳的 清脆明艳 那么这个 还有呢 有的发灰 啊 有的发灰 有的呢 还有点发污 还有点发污 它一个共同的特点呢 那就是所有的这个 这个清华的线条 清华的 清华的画 绘画的那个线条啊 它都有点像我们画家 在圈子上 画画一样 它的有点轻慢 有点轻然 它的线条都有点轻然 现在的加古董 它用现在的配方配的 那么它那个清华线条啊 很整齐 很整齐 有的那个高仿啊 仿的像得不得了 每一个环节都是 都是很真的 所以说 说这个 夹古董啊 它仿得可以乱真 可以乱 各方面它都能做到 但是它有一点做不到 它原料不是 它的绘的清华原料 它不是 它不是那个 净苦的苏丽薄青 它没有那个原料的 这个在里面起作用 所以它这个 绘画的线条啊 干干净净的 光溜溜的 它没有清卖的现象 这个原清华的线条 它有 边缘有清卖的现象 如果它多种线条 如果是多种线条在一起 比较致密的那个 有的在花卉与花卉之间的 看到有点的 互相的那个 清卖的 都有结住在一起 有点黑乎乎的感觉 有点黑乎乎的感觉 我们曾经看到一个 原代的一个清华词剑 它那个画的 过方面都非常好 而且说已经出版过了 而且经过很多专家 鉴定过了 结果拿了一看 就一条不符合 什么 就是它的线条太光滑了 它光滑的一点清卖的现象 都没有 纹色不动就画下来 纹色不动就画下来 它没有那个像在 画家的 在选择画的清卖的一样 所以这段作品 也必否定了 那么红武呢 也有这个现象 所以它的清华的线条啊 它是笔种舌龙 运笔极俗 运笔的线条当中 有这个清卖的现象 而且呢 也有这个 原青花那种 银而不输的结晶斑点 结晶斑款 而且这个结晶斑款 它因为它是铁 铁的这个符合物 那么它的一千度 它就融化了 但是持续要稍有千三百度 它没地方呆 它就吃吃吃吃 吃到台底上去 跟台结合得非常紧密 那么把台底腐蚀了 所以用手机摸啊 它台底有一个坑 然后呢 它一部分 台底只能吸收一部分 又一部分就泛出来 就泛到这个 右的表面 这个就出现了 铅笔的浮光 这个小孩啊 我们家的那个小孩啊 拿那个笔啊 铅笔啊 在画画一样 那种亮光 铅笔的浮光 科学家呢 叫它叫西光点 那么这个红武有这个现象 甲骨董 这些现象都没有 现在做的现在做的都不一样 现在做的它发红 发红 另外它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清漫呢 有的清漫的也太厉害了 它用现代料配出来 清漫的成大花莲一样 那个也不是真的 也都不是真的 这个手感呢 用手去摸呢 原清花在这个线条的 运笔的过程中 有挖土不平的现象 所以拿手 这个鉴定直线呢 拿手抚摸 那个手感还是非常重要 那么第四一个特点呢 就是最后一个的 就是装饰花纹 大多数花纹的构图啊 和原清花一样 那么就是构图满 内容多 层次多 那么以花后为主 以图案为主 动物比较少 人物比较少 有一部分呢 开始 有一部分瓷器啊 已经开始抛弃了 元清 元代清花瓷器那种 这个拥挤 层次多 内容多 很拥挤的现象 你看我们这个盘子 这个这个清花盘子 它那个辅助的花纹呢 还是比较猛 但是它的主体花纹呢 就是一只三叉花 就是一只三叉花 一朵大的 一朵小的 然后上面还有一朵小的 你看它的主体花纹就是 它这个已经有点 中国人的那种 留白天地宽的那种 比较要求含蓄的 这种花纹布局的风格 就是朱远璋啊 他自己 这个 推翻了蒙古人统治以后啊 他实行了文化保守主义 这个文化保守主义 当时得到社会的 普遍的拥护 为什么 就是人心失定 所以一般的画家 文人 知识分子也能接受 因为经过了大的动荡以后 社会需要安定 所以人们呢 恢复了汉人的统治的那种 崇高的礼战 社会画的 规矩准绳 留有余地 比较含蓄 这就是他的那个 洪武瓷器的那个 那个特点 那么这个 洪武瓷器呢 这个这个特点呢 这个 还有一个 跟大家注意一个 鉴定的要点 就是说 洪武啊 你看这种 这个罐子 罐子 这个活跃盖 活跃盖 还带罐子的东西 带罐子 你看这个 它是一个宝顶 它是一个宝珠顶 一个宝珠顶 但是原青花 它那个盖子 它不是 它是刮藤油 它是刮藤油 它是这个 一个刮藤 掐一段 放在上面 所以它刮藤油 到洪武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宝顶油 宝顶油呢 一直 就是开辟了 明代 清代 古古时代 这个盖油的一个特点 就是从洪武开始的 这个 如果我们两个东西 分得不大清楚 那么这个 刮藤油和包丁油的帮助判断 这个应该是洪武的 这个应该是 原代的 那么再根据其他的特点 配合起来 基本上断定就可以了 现在我跟朋友们介绍 这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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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大明王朝一个非常能干的皇帝 那么这个 他推翻了这个 是 朱建文 建文皇帝 朱允文 建文皇帝的统治 而且呢 他把大明江山巩固下来了 巩固下来了 另外呢 对于我们国家的国土啊 他也都这个很稳固 而且呢 他这个 走向世界 他走向世界 他派正和下西洋 与他开始 了解世界 认识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 允诺瓷器 迅速发展 而且体现 汉族传统文化的风格 作为典型 允诺瓷器的成就 就为 明清以后的瓷器啊 历代模仿的榜样 所以都是仿他 都是仿他 允诺皇帝啊 这个 他的清皇瓷器 根据我的这个 归纳 我把它 分为八大的特点 八大的特点 那么 第一个 就是允诺瓷器啊 这个公益水平全面提高 全面提高 而且 他的这个精美程度 这个儒雅的风格 表现中国人喜好的审美观念 而且呢 表现中国传统的宫廷艺术当中 他都树立着榜样 树立着榜样 那么 这个 他的作品呢 民间 普遍地 这个 接受他的 接受他的 这个 胡 还有这个葡萄杯 和这个瓜丁 都是允诺的 还有这个杯柚 那么 上面的那个红柚呢 还是红五 上面的 还是红五 那么 他那个允诺的瓷器 为什么他有起得这么高的成就 为什么老百姓喜欢他 而且成为宫廷艺术的一个主流 我们这个 我们伟大的祖国 他那个历赖就是 这个帝王统治 而且宫廷艺术啊 一直都是 国国时代 艺术品的最精华 最高水平 包括画家 包括艺术家 包括工艺家 是由达到的最高水平 才有资格进入宫廷 所以宫廷艺术的风格 在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 起了很好的这个 作用 但是当他那个王朝摔托的时候 比如说满清后期 对我们民族文化一起来 钳制的作用 腐蚀的作用 所以这个 要把它分清 那么他的工艺水平 全面提高 主要表现来 突出一个精致 一个精细的精 制作工艺很精 仪式不够 再一个就是一个美字 它的造型 又质又色 花纹各方面都讲究美 造型美 雌质美 又质又色美 清花枯料的显色美 花纹结构美 所以他把实体艺术啊 完整地提高到一个心理水平 一个心理水平 它装饰性非常的强 艺术性非常强 那么这个跟我们 这个中国的持续发展啊 是一个很那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标识作用 再有 在艺术上 它讲究高雅 讲究寒蚀 把这个元朝以来的那种 拥挤的啊 内容多 庞杂拥挤的 那种这个对社会不满 发泄那个 画 画山水 画自然是残山盛水 画人物呢 无论男女老少都是一件单一 而且只有一个面壳 画花卉也花大越小 所以它不求行事 只求神事 那种 这个人们处在那种 蒙古人的高雅统治 在一种悲伤的社会里面 出现那种意识风格 在陨落的时候 已经一上而光 一上而光 它有的是 歌颂 大明王朝的光明 歌颂社会的安定 歌颂啊 人们得来不易的 平静的社会 所以一切都规规矩绝 那这个 它继续推行 它爸爸的这个文化保守主义 继续发扬呢 中国汉人艺术的 汉人艺术的风格 在瓷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点呢 云落瓷器在造型上面 器物种类上有 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 外形上 会多会少啊 它有一些 元朝和红幕的风格 主要是修行它的气势 它的宏大的气派 他们认为啊 无论是元朝的 还是红幕的瓷器 能表现中国人的民族气质 那种宏大的气派 所以它把它继承下来 继承下来 那么它这个 有一点的 这个文化的继承性 云落瓷器啊 所以呢 它做出啊 那瓷器也是很有气魄的 但是呢 在气派当中啊 透露出一种灵秀的感觉 追求一种啊 这个 秀美 追求秀美 把它那种粗笨的东西 全部剃掉 把它反映民族气派的东西 完成继承下来 所以看在气派上 完全有这个 洪武的那种气派 但是在制作工艺上 它也做得很秀气 它也做得很秀气 所以它的继承性 发展性 表现得非常清楚 云落资金 它那个 在造型上面呢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外来的因素很多 因为云落啊 是一个很想走向 海洋世界的一个国家 我们的国家如果是按照 永乐的方向走 那么我们国家 就不是一个内部国家 我们就是一个海洋国家 海洋国家 很注意海岸线的 扩展 很注意海岸线的建设 另外派政府下西洋 就认识世界 认识世界 它并不是侵略 它说这个 地大 地大非安邦之策 地大非安邦之策 它是去认识世界 所以 正好到哪个地方去 都不像英国殖民者 那样的 去占领土地 那么它都是去 去建立友好关系 建立友好关系 我们国家这个 这个边缘 由海洋国家 变成沦路 就是明朝 家境以后 明朝家境以后 国寇 国寇以后 这个 封锁边界 趁本不许下海 趁本不许下海 那么我们国家 就走向了这个衰落 但是在康熙的时候 康熙25年开海季呢 又又又 又向外发展 但是呢 基本的统治者的国策 还是把我们国家 封闭起来 封闭起来 现在所以封闭起来 我们国家 就在世界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上 就比较罗后 但是呢 这个 云诺的瓷器 很善于 修习外国的东西 在云诺瓷器上 表现了 这个东南亚的东西 你比如说 东南亚的 佛教艺术 佛教艺术的 那个 军池 那么就是从那个 发现 从那个 南印度 虽然带回来以后 一直生产 到云诺的时候 生产的很多 云诺的时候 生产的很多 那么他也学习 还有中东的 波斯的 王宫里面的 金器 银器 非常美好的一器 他大量的学习 大量的学习 所以学习这个 外国的东西很多 比如中东地区 东南亚地区 伊斯兰教的 这个金银器 玻璃器 佛教艺术的东西 他都学习过来 所以充满了 外国情调 充满了外国情调 永诺真是一个 气贝宏大的帝王 但是呢 在这种继承 和学习当中 我们能看到 一个深刻的印象 就是永诺的瓷器 有他独特之处 就是 他无论学 哪个国家的东西 他的瓷器表现 都是以最精美 最优美的 最精细 最优美的 这个气息 来做出来 所以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啊 在艺术效果上 给人们感官上 让人们欣赏上 远远超过了这个东南亚 中东地区 原来有学习的东西 比如说 如果是这个 他学 他的气盆 他气倍宏大 但是他表现一点都不笨 一点都不笨 他表现得很灵活 如果他学的这个 精巧 但是他一点不轻薄 他现性流畅 非常圆润 所以在 实际这个拉配的时候 他就分层掌握得好 分层掌握得好 实际感觉的 长一点都不行 短一点都不行 厚一点都不行 薄一点都不行 所以感觉的 特别压制 特别压制 在精神上 产生一种高压的感觉 一种高压的感觉 所以看到 明朝议论的时期 那种民族自好感 自然就提升了 我们学习外国的东西 超过外国的东西 议论 这个清华词 其实输了一个 非常好的榜样 输了一个非常榜样 所以说收藏词记 陶冶秦超 增强历史知识 提高民族文化感 提高民族文化的层次 然后呢 增强民族自好感 这一点都不假 所以我们那个 研究辞职院呢 文卫所准长寿 他心里特别开阔 没有忧愁 没有忧伤 什么失败 看到那个辞职以后 全都没有了 全都没有了 你看 我今年都七十一岁了 我七十一岁了 但因为我研究陶瓷 说我心胸开阔 什么无所谓的事 什么无所谓的事 我就转到我这里头去 我的天地非常广阔 天地非常广阔 那么看到的瓷器啊 就有一种高压的享受 一种高压的享受 这次云露瓷器啊 它在学习外来的因素当中 把它变为中国的东西 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第三一点呢 就是修批艺术啊 这个瓷器做好了 都是毛批嘛 修批艺术啊 要很精细 从口员到底竹 到复建安装 到任何一个细小的部位 它都意识不够 绝不放过 也不留下刀痕 也不留下沾坯的痕迹 成过去那种 这个夹扁啊 翘鳞啊 变形啊 还有那个什么 三点用啊 这个又沾了底下的那些情况啊 都一扫的光 精细都不得了 你摸那个陨楼的瓷器啊 每一个部分都很精 这个事情很感动 特别是底部它不上右 那个露台的部分 它细杀底 你摸到那个底啊 真是细细的啊 像这个细杀一样 没有粗大的可力啊 来当手 这是这个 所以它在这个线条的准确性上面 修扁的这个精美程度上面 它是一丝不够 啊一丝不够 第三一个啊 云落瓷器的胎体啊 它用的是优良的麻仓芋土 这是景乐镇麻仓山的土 麻仓的土的皇宫用土 皇宫用土呢 皇家用土啊 那个土是封闭的 那个土是只有御药厂的 官邀的这个财土 财土工啊 才能去财土 民间的不能用 不能进来啊 不能用 麻仓芋土 品味高 洁白 细腻 它看起来非常鱼目 而且透光度非常好 无论大小的器物啊 它的成型稳定性都很好 没有任何弯柔变形的现象 就是我们拿一件云落的瓷器啊 拿一件云落的瓷器 无论是盘子也好 弯也好 冠也好 你从那个盘子中间来拿一个棍儿 拿一个棍儿 处到它的最中心 把它垂直 你用那个瓷子量 量任何一部位它是对等的 它都是等的 它没有任何弯柔变形的现象 没有任何弯柔变形的现象 这就是得益于啊 得益于它这个台体的优质 所以啊 云落的瓷器啊 它有的台体比较号称 压手背 但有的瓷器啊 也很薄 薄得呢 清朝人写手诗歌颂他 说只恐风吹去 凡臭日之消 所以放在底下啊 就怕风把它吹走了 放在底下 太阳一晒呀 把它这个 晒化了 但是呢 云落瓷器不轻薄 它不轻薄 有一定的分量 拿到手上啊 有一种手感 为什么它致密 它致密呢 就是它那个 它那个结构上啊 它那个沉甸甸的 它这个这个比重啊 比较大 所以同样的薄胎的器物啊 它拿到起来 它都是有一定的手感 现在的甲膊桶啊 也做 因为现在是锦德镇啊 它那个薄胎瓷器 是做得非常好的 它用那个薄胎瓷器 来做云落瓷器 哎呀 有的是做得你真实 这个这个 予真不易呀 难办了 但是拿到手上 拿到手上一颠 这个云落瓷器啊 它有一点重 它为什么 它从口 到中部 到地部 它慢慢慢慢慢慢加货 它底部有一定分量 再加上它 胎体比较致密 再加上它 胎体比较致密 所以它比重大 现在的薄胎瓷啊 一个 它沉浮时间短 它不致密 松泡泡的 它要用 用修刮的技术 把它刮得很薄 拿到手上 全一层纸一样 那才真正是风吹气啊 你不要风吹气 拿到嘴上扑回去 它就跑掉 所以那个啊 它轻飘飘的 所以云落瓷器 薄而薄 但是不轻薄 不轻薄 它有一定的手感 这个 还有呢 这个云落瓷器啊 它荧光照射啊 国际有一种误解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国际说啊 这个云落瓷器啊 荧光照射 荧光对照看啊 出现肉红色 这个过去啊 我也很相信 因为我在工作啊 过去跟老专家 过去 哎呀你看看 它这个人也肉红色 但是再后来 我们到警察镇啊 看那个云落瓷器的发作品 云落瓷器的发作品 没有一片肉红色的 没有一片肉红色的 根本不是 而且啊我在香港的这个 有的那个大的收藏家家里去看 那个云落瓷器啊 他们也一件一点肉红色都没有 有一个朋友啊 说他说我这点可能有些问题 为什么问题啊 他说我这没有肉红色 我就可以闻一下 我就要不你送给我的了 我那那个东西 本来就是一件真的嘛 实际上云落的白色啊 是冷白色 它是冷白色 它不是肉红色 为什么是肉红色 它是到阳光 大家知道阳光是红的 阳光是红的 它透光不好 阳光也透出来 它就是红的 我说你阳光照 你看 你放在放在桌子上 你不要阳光看 你看它红不红 它不红 实际上是用冷白色 哦 所以以后拿出那个 哎 你看我这个云落瓷器追到这里 我这个肉红色 那是假的 我说那是假的 那是现在做的 现在它里头加了那个 加了那个 就显那个肉红色的那个 那个原料做出来的 它就 这个 把过去那个老古董商啊 呃 宣传的这个肉红色 啊 荧光这些肉红色啊 啊 好都不得了 实际上它根本是假的 那没有那个颜色 所以今后你们 遇到这样的东西啊 在欣赏这样的东西啊 一定要冷静啊 一定要冷静 要客观的 实事求是的 啊 实事求是的 不要跟了 不要跟风啊 不要跟风 所以它有一种啊 赏心悦目的 白中泛青的 观干门啊 观干门 另外 这个 云诺的词习啊 他修批的时候 台体做得很薄 所以 台体很薄啊 在那个底部啊 你这个 来看的时候 特别对照光线 弱光的 晃的时候 还要拿手摸着 它微微一点吓它 为什么 它薄 它薄的那个 台笔案 也比它还厚一些 所以它薄啊 两边都有点压 有点压 压 所以它那个底部啊 它就受不了那个张力 它就有点 有点下膛 有点下膛 第四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 云诺词记是分段 制作 粘节成型 粘节成型 拿批的时候啊 修批非常精细 但是它不留任何痕迹 它不留任何痕迹 现在啊 我为什么讲这个啊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 常常遇到这个 过去啊 我们都知道 都说 词记啊 在成型的时候啊 痕迹啊 它不是分段制作吗 它有分段制作 痕迹是真的 素节是假的 为什么素节是用 我制作的 或者用筑浆的 现代工艺 所以就是痕迹 但是那些古董 做假古董赚钱的人呢 无孔不入 你不是要痕迹吗 我做给你看 他也分段制作 做了以后 痕迹 接下来 你全痕迹 痕迹 这下 这下他不修批 他不但不修啊 他还把它做得粗粗的 所以他哪里得看 你看我这个是真的 你看 痕迹是真的啊 素节是假啊 你看我这个是痕迹啊 有的啊 那个痕迹缝啊 粗的像一个 像一个毛一针一样 像女同志制毛一毛一针一样 他也不去修管 这个 这个就是很露骨的 那就是八十年代以后做的新甲骨董 新甲骨董 因为他那个 这个永恶的时期啊 他虽然是痕迹 但是他当时是商品生产的 他就 接上去就行 也不太费劲 接上去 接了以后他一定要修 里外要打磨 要修 修得光光的 你只是啊 你着光线看了 那手墨啊 感觉到它是痕迹 但是你看不出痕迹的痕迹 现在他有个粗棍棍的 有个痕迹的痕迹 出现在你面前 那个 那就是假的 那个就不可靠 而且欣赏起来也不美 欣赏起来 也不符合呀 这个永乐之期啊 突出一个精致 精细修批的这个 工艺效果 这个 这是这个 还有呢 这个 第五一个 就是 这个 永乐之期的痕 永乐之期的痕啊 是十分优美的 我刚才说了 谁调 偏的 但是呢 北到好处 北到好处 就是看起来很柔润 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很舒服的感觉啊 就是 人们啊 称它叫甜北痕 甜北痕啊 就是用这个 味酒上的美好的感受 来形容我们 嗜酒上的美好感受 甜北痕 甜北痕的 就是在明朝啊 刚刚发明了白痕 发明了白痕 当时一般人呢 都是吃红痕 原始痕 如果哪一个家庭 能吃上白痕 就说明他家里有身份 就有身份 所以这个白痕 在当时啊 那是非常高贵的 非常高贵的 这个 所以人们呢 在形容这种 这个 这个白痕的美呀 就用这种 味酒上的美好感受 来形容 嗜酒上的效果 叫甜北痕 甜北痕 他是甜北痕 甜北痕者 就是白的温润 白的温润 白度啊 不是很高 白度不是很高 那么他 石油很整齐 石油很整齐 而且呢 在这个 白痕上面呢 有明显的 像针尖一样的 中眼 古书里面 叫橘皮中眼 因为橘子皮 才出现中眼 所以他形容呢 是把橘子皮 要是橘子皮 那个皱贼上的用 那才难看了 那就那 那个皮肤过敏了 那不行了 他是那个中眼 就是细的 像针尖一样的 心心点点的 非常好看 非常那个整齐 因为有这个橘皮中眼 有这个中眼 有这个中眼 所以对光线的反射 有种干涉作用 因此呢 他的这个 又的这个光纸 温润如玉 温润如玉 看起来是 这个 有关干门 而且呢 磨起来 有温润如玉的感觉 这是他的这个 这个白痕 但是呢 这个 第六一点呢 这个青花的菇料 这个云朵的菇料 特别漂亮 深艳 幽茜 他熟你薄青 而体验极佳 他有龙燕 深层 吃到台股上 所以画画的时候啊 运笔极俗 线条流畅 而且呢 在线条里面 有自然的云散现象 云散现象 另外啊 云露的瓷器啊 在这个 呃 绘画上面 也是很高 很高雅的 那么 第七个点 就是这个 云露的青花瓷器 内容非常丰富 他具有传统的 呃 呃 装饰的 华文内容 比如说这个 这个 团花呀 呃 童案画呀 花鸟画呀 人物画呀 这个 比较 写实 呃 这个 呃 明初的话啊 都很写实 都很写实 照着实物写 他没有那种 这个 呃 奔放啊 个人的 表现个 个性的那种 那种风格 他这是规规矩矩矩的 就是 对一个平静社会的理战 平静社会的理战 所以呢 他那个这个 呃 线条很流畅 韵壁很极寻 但是呢 他这个 呃 画的花纹呢 他很丰富 有传统的 也有外来的 他融融 融晦创新 非常精美 完全抛弃了元朝 红武那种拥挤 呃 呃 那种这个 多层次 而且那种不上真实 只求精神 强调表达 画家 个人的胸意 啊 个人的心意 所以 隐乐之家 他讲究写实 讲究 绘画的工程 所以他是写实画 啊 写实画 有的小件作品呢 实际上就是工碧写生 那就是工碧写实画 画风图实 呃 称这个庭园景物啊 完全体现了这个 人物画家的风格 啊 人物画家的风格 啊 那么第八一点呢 就是云露瓷器啊 一般呢 不写名款 云露瓷器一般不写名款 那么很少的 就是那个亚首碑啊 亚首碑一些器物上面 写传书款 啊 传书款有花心款 就是有花 周围的花包出来 云露研制 花心款 啊 还有凯书法 还有诗子 诗子心法 我们呢 在考古法界中 只发现了两片 一个瓶口 在考古的地层里 写的云露年字 那么是凯书 但是在实物 流传的实物当中 没发现 在考古法界上是有 考古法界上是有 那么云露瓷器呢 是我们这个 呃 瓷器生活当中的 这个呃 瓷器收藏当中的精品 呃 瓷器收藏当中的精品 呃 这个呃 艺术品位高嘛 历史价值很高 所以呢 收藏价值很高 我曾经在一个呃 香港一个朋友的家里 看到一件瓷器 它那个 一个云露的机型嘛 嗯 今天那机型碗 当时 呃 都比较早嘛 呃 去看了 哎呦 我很精美 我这个整的整的很不错 哎 很不错 你这个很好很好 我多少钱 他说哎 不贵不贵 他说不贵 不贵 还不想说 后来他说了 九十万美金 呜呜呜呜呜 九十万美金 你想想我那时候 你讲绝对我工资 还不到一百块钱 那九十万美金 呜呜呜呜 那时候 那时候还不贵不贵 可见的这个 这个香港那些经济大鲨鱼啊 可是收藏能力强啊 它的经济实力强啊 慢慢咱们国内资本家也多了 慢慢收藏好的最少的 没错的 嗯 现在我们把永乐实力讲完了 好 那么我们跟大家讲宣德志气 讲宣德志气 讲宣德志气 宣德志气呢 这个宣德皇帝啊 是朱战基 他是1226年到1335年执政十年 执政十年 这个人呢 是永乐皇帝精心培养的 他在永乐皇帝的诸多王子当中 他变得最聪明 他从小的时候啊 永乐皇帝把的诸王子啊 来这个问他们些问题 那么这个宣德皇帝是聪明伶俐 对大如流 而且说得非常有道理 挺喜欢的 然后他武功方面呢也很好 武功方面呢 在这个宫廷比武当中啊 他北伐北众 所以呢 也有多累累啊 得了这个冠军 还有呢就是 永乐皇帝呢 让当时最著名的一些大臣 在姚广孝啊这些呢 还有呢写字写的最好的神度啊 来当他的老师 武功呢 他也让最有名的大将来教他 所以他文字武功方面也不错 另外让他去体贴民心啊 让他到农民当中去耕地景 他作为王子啊 他去耕地景 他是体验农民的生活 所以他这个人呢 在自古方面 他的魄力 他的魄力不赐于他的父亲 不赐于他的父亲 但是呢 他这个人对慈禧特别爱好 特别爱好 大家知道 这个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 一个 最精明强干的皇帝 也是一个 无知生活上最奢侈的皇帝 这个宣德啊 对慈禧的追求超过他的父亲 而且呢 他继续他父亲的这个 对外这个认识世界的政策 所以呢 这个正和七次下西洋 其中呢他就六次 而且在他的旨意下面 中国正和下西洋 带出去的赏资品 实践是官方模仪 一种赏资品呢 其中包括瓷器 而且他很关心 让这个 这个 皇宫里面 皇库 国库里面的瓷器 拿出去 还有不够呢 他博款 到社会上去买 让景地震呢 跟他烧 所以正和下西洋 带出的东西呢 一个是石筹 一个是瓷器 一个是铁器 还有呢 中国的钱币 钱币 东西非常的丰富 那么 中国瓷器进一步走向世界 进一步走向世界 这个 他这个人呢 瓷器的消耗量啊 在明朝的皇帝当中 他是消耗最多的 为什么消耗最多 他呀 他这个 一顿饭呢 他吃主食要吃三十六道主食 而且菜呀 他要吃一百二三十道菜 所以这个外国啊 吃这个自助餐呢 实际上 生的就是自助餐 他坐在房的位置上 三十六道主食在这儿 一个主食吃一口 把他肚子的沉破 然后他那么多的菜 他一个字 那么吃一块子 他已经就 就就就就就 早就死掉了 他根本就不是 那么他是这个 皇后啦 太监给他一点 他吃完了 嗯 上 他把这些这个 这个菜呀 这个盘子啊 都拿去赏赐他的这个 山公流燃 七十二兵妃啊 那些还等着他呢 没有他的赏赐 还不开饭呢 还不开饭 等着他 等着他 其实他那个菜呀 这两人家并不这么珍贵的 就是他那个盘子 装菜的盘子 那么一送过去以后 他那个菜吃或者不吃 把盘子收起来 收起来呢 所以呢 那个那些兵妃啊 到时候也得也得放假了 也得得升宫廷 他要放假 也得出去啊 去贪污自己家庭啊 去看一看自己父母啊 就出去一次 带出去一次 出去一次 带出去一次 所以澄花之间 在社会上流传的比较多 早就流出宫廷了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这个宫廷用吃 只有皇帝采用 造成一种神秘感 其实不是 也有流传出去的 甚至到前路 那是前路还卖吃去了 前路还卖吃去了 以后有这一故事啊 我以后再来 我给你们大家讲 那么他这个瓷器的流传的比较多 那么他那个瓷器啊 生产的比较多啊 他本身也是一个艺术家 他也懂艺术 他吃货万老 样样都会 提龙家鸟 去去过来他是最多的 去去过来是最多的 那么这个 宣得瓷器啊 宣得瓷器有几方面的特点呢 根据我的归纳 我归纳了九个方面的特点 主要面的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工艺水平大幅度的提高 无论是官养或者是明养都很精美 啊 官养和明养的瓷器都是很精美的 那么这个 这个 无论是官养或者是明养的瓷器 那么 都是很精美的 都是很高的收藏价值的 所以以后你们 各位朋友 你们如果要收藏宣得的瓷器啊 官养明养你们都收藏 啊 都是很宝贵的 都是很精美的 因为这个 在这个时期 官养明养啊 整个的这个 这个瓷器上的水平都很高 都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而且它的大的作品呢 有的一个盘子啊 有的一个大盘子啊 有的一个大盘子啊 达到这个72.1厘米 啊 但是这小的呢 一个口径才10厘米 大的小的都有 第二一点呢 宣得瓷器的青花料啊 它有进口的苏尼薄青 有进口的苏尼薄青 啊 叫阿拉曼石头 这个 在中东地区 有一个车叫阿拉曼山 阿拉曼山 生产阿拉曼石头 那么通过这个 就是博士人啊 经过阿拉曼人啊 达到中国来 上供啊 或者贩卖啊 所以得到这个 但是有一部分呢 也有非常好的 优秀的国产枯料 非常优秀的国产枯料 无论是哪种枯料啊 生产的瓷器啊 它都是这个气倍非常宏大 嗯 气倍宏大 更能体现呢 大明盛世的时代气质 在艺术上 更能体现呢 这个大明盛世的时代气质 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 青花瓷器啊 更密切的 和黄石的宫廷生活 密切的联系在一起 所以它追求精美 追求实用 但是呢 它那个实用当中呢 使得这一瓷器 平易尽人 好用 好用 这种 这个宫廷里面的 生活用词 也是 呃 艺术水平很高的艺术词 所以呢 呃 精美和实用 更密切的结合在一起 第四一点呢 宣得自己爱写年款 你看这上面呢 呃 很多都写了 宣得年款 那么 永乐呢 大家知道是不写年款 宣得自己爱写年款 这个也是这个宣得皇帝啊 爱表表现自己的一个方面 那么 他的年款呢 这个 呃 小子 他有的写到口上 有的写到笔筑上 有的写到器物身上 有横着写的 有树着写的 有 有 有分成几个牌写的 那么 他的这个比较随便 所以叫 宣得年款 便全身 啊 宣得年款便全身 那么这个 这个宣得年款呢 这个宣得皇帝本身就会写字 本身写字就很好 他这个年款上的字啊 就是 宣得皇帝的老师 就是这个 永乐皇帝的御用文人 在当时明朝的 初期的 俗法艺术当中 占有很高地位的 沈渡先生 沈渡写的 沈渡的字啊 博大 儒雅 既博大 又儒雅 那么 温文尔雅 很有文人气质 啊 这个 不张扬 但是呢 很有力量 所以写起来 那个字啊 是特别有书法意味 是明朝 所有的年款当中 这个宣得年款 是写的最好的 这是神度的字 现在 加古董的仿制上面 最头疼的就是那个 连款写不下 连款写不下 所以呢 在破绽上面呢 这个连款上 上上 上上 并我们呢 这个实破 上上并我们实破 有些人呢 跟我们胡搅慢缠 这个 就说 难道这个 选择去不可能写出一个 有毛病的字来嘛 因为它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只写一次 它就写 把它年款写好 写好了以后呢 在景德队去培训 景德队去培训 专门一个人 从小就培养 培养他灵性 写出来的字体 都是一样的 不可能有这个 这个字写得好一点 那个字写得差一点 它都是一样的 就是 博大 儒雅 有力量 但是也不很张扬 也不很张扬 所以字体端庄 跟器物很和谐 一种完全和谐的美 第五一个 就是 宣德的词记 完美地体现了一种民族化 中国化的气氛 把这个中国 所中东的 所外国的东西 完全去掉 使它中国化 使它中国化 使它变成 完全是中国的东西 任何人看到 宣德时期 修中东的气形 都知道这是中国的 都把它变成中国的东西 所以外国的东西 它完全去掉了 完全去掉 能够很好的融会到 自己的创作中来 以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艺术的工艺 把它表现出来 体现的是中国气氛 中国风格 所以去掉了伊斯兰的特点 就是那种比较笨重的 那种比较僵硬的那种风格 而把它变得雄混端庄 雄混端庄 那么底竹呢 它这个底竹啊 在原朝是斜着切的 它到洪武以后啊 完全是平切 它也是平着切的 完全平着切的 那么这个 看整体上 看整体上 那么这个 宣德情话 比较雄放 和永乐相比啊 更有文人气质 更有文人的 个性的表现 你个人的这个表现 它画的龙啊 是一条长长的蛾一嘴 蛾一嘴的龙 蛾一嘴的龙 龙啊有很多 有猪嘴龙 蛾一嘴的龙 还有相比之龙 那么在宣德时期画的龙啊 都是蛾一嘴 蛾一嘴的嘴巴长头的 两个上下 扣得起的 非常凶 非常凶的蛾一嘴的龙 蛾一嘴的龙 非常凶寒 无论是海水中的龙 还是云彩的龙 都很活耀 都很活耀 绝骨石板 没有石板 在那个薄啊 碗啊 罐啊 整体的气度上啊 画的龙啊 它那个 有的在正面画 碗底也画 因为翻过来也画 翻过来也画 曾经呢有一段时间 把翻过来画的那个 那个龙就是底部 这个底部画的龙 翻过来画的龙 认为是假的 其实这个不正确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故宫啊 收藏的这个宣得的瓷器 宫廷 啊 流传下来的宫廷的瓷器里面啊 这个 底部也有啊 宣得的 宣得的龙是有的 嗯 还有一种按克那种 就是在那个 胎体上 用针一样的工具 在那个 白胎上面 先 刻出花纹的能扣线 然后呢 在上面 用青花画出来 有的呢 完全扣得活 完全扣活 就是青花 跟底下刻画的花纹呢 完全扣到一起 但是有的也 活不到一起 也活不到一起 只要是看它的精美的程度 啊 精美程度 啊 所以拿到手上 宣得拿不起 宣得啊 宣得啊 你扣他 怎么拿 一拿就活到 无论是大件器物 还是小件器物 这个啊 它时代的风格不一样 就是 到了这个 成化 明中期以后啊 它那个 底竹啊 就变了 它那个竹啊 就垂直 垂直到这个 安排到器物上面 底竹上面 那么 它竹啊 也加高了 所以这个 全竹的竹啊 跟那个底部的竹啊 它的角度是九十度 九十度 太久也加高了 所以 成化 红字 拿那个竹啊 正好拿 一对就起来 而且 纹饰不动 很好拿 但是明天晚期啊 他希望改变了 他改变了 他把那个竹啊 外面的竹啊 他往里倾 里面的竹啊 往外倾 所以他那个夹角 这个 这个底竹啊 跟这个 跟这个器物的底部啊 这个底部那个夹角 小于九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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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单于好拿 而且还有把它抠起来 用手一抠就抠起来了 所以他们呢 总结这个经验啊 是 是 永轩 拿不起 这个底竹啊 拿不起 陈宏 这明中气 陈宏 正好拿 家境万里啊 会把它抠起来 当我打 抠起来 它不会掉 所以这个就是 它底部结构 随着时代的变化 而变化 审美习惯的变化 人们呢 使用时 这个 这个 需要 改变 所以它那个 器物的结构的变化 也都有变化 所以我们那个 所以鉴定的词器啊 认识的词器啊 欣赏的词器啊 都有一定普通根据 不是随随便便的 都要讲出道理去的 都要讲出道理 那么这个 这就是这个 宣德的这个 第八个特点 第九个特点呢 它的白柚啊 白柚细润 但是白柚泛轻 轻呢 而且很亮 它的温度 它是用强滑烟烟烧的 所以呢 它那个 它产生的一碗是亮清又 亮亮的亮清又 气泡弥急 大小不移 成云雾状 那个气泡啊 它放在那里 成云雾状 所以呢 你把它叫萌萌 萌萌萌 萌萌萌萌 萌萌萌 以那个老的一辈的古董商啊 它文化水平低 它看的那种现象啊 它没法是用那个 语言来形容 哎 就好像人 土那个唾膜一样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宣北的瓷器 那么 下面我们讲 空白旗 空白旗的瓷器 空白旗呢 就是正统景泰天顺 那么 这是朱祁正 直征十四年 那么他的弟弟 朱祁玉 景泰 直征七年 后来 朱祁正呢 又夺回来了 又在直征八年 叫正统 正统天顺 就是正统 景泰 天顺 天顺 一共呢 是二十九年 那么这个期间呢 因为 宣北皇帝啊 太虚次了 所以他稍造的瓷器 要量太大 所以形成国家 有个巨大的负担 负担也出来 出来以后呢 到了这个 朱祁正上台以后 国库空虚了 而且呢 证据不稳 又发现瓦剌叛 少数民族啊 也起来反抗 民变也很多了 所以呢 他朱祁正上了以后 就下诏 这个不计之物 就实际不计之物啊 立刻停止 所以要违背了这个 这个这个 指令 这个圣旨 那么主犯凌迟出产 那么这个 家族呢 拿去充军 所以那个 皇帝造下了以后 另外皇宫不拨款 停止拨款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叫做空碑期 也叫做 警队正瓷器生产的 黑暗期 但是呢 他有三百 三百多工人呢 他三百多工人 他要成为解散 他要生活 所以他要生产 生产生产的瓷器 有几部分 一部分呢 就是五款管养 还是照到允诺 允诺宣得的 官邀的模式生产的 非常的精细 但是不准些款 他拿去卖 拿去卖 民间也可以收藏 第二部分呢 他是向民谣学习 第二部分他是向民谣学习 那么 向民谣学习 还保持官邀一定的风格 所以官邀跟民谣结合 官邀跟民谣结合 结合起来呢 那么生产的瓷器呢 就是既不是官邀 也不是民谣 就是这种那个 如果他写了官邀 就官邀 不写官邀 就是民谣 就这种事情 第三个啊 他有一部分工人 有一部分的工人呢 他无法萌生啊 他就打发一部分工人 到民谣当中去生产 所以是民谣的 即供应水平提高 所以这个时候啊 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官邀和民谣的区别啊 更少 而且官邀呢 更捷径民众 更捷径民众 所以这个 在景德镇的瓷器上面 这个瓷器叫控培区 这个瓷器 这个瓷器的特点呢 也还是值得收藏的 值得收藏的 下面呢 我们跟同志们讲讲这个 这个这个 成化 成化瓷器 成化的瓷器呢 大家知道 成化的瓷器啊 是我们国家 目前这个品位最高的 经济价值最高的瓷器品种之一 它呢 瓷器的这个 呃 在社会受到的 欢迎的程度 它的艺术价值 呃 收藏价值 经济价值 都不低于允论和宣等 啊 不低于允论 特别是成化豆产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是讲青花 我刚才归纳了 有七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点呢 它作品很精细 精巧玲珑 它精巧玲珑的小作品 成为一代瓷器的主流 啊 一代瓷器的主流 这个那个 跟那个这个 陈华皇帝本人有关系 陈华皇帝 他 这个 喜欢把手玩上 小剑的东西 所以过去说 陈华五大器 但实际上 在考古法则当中呢 还是有大器 这跟那个 陈华皇帝本人的 经历坎坷有关系 第二个 他也啊 也这个 彻底摆脱了 洪武 和俑乐 宣德茨奇的影响 他也没有 俑乐和宣德茨奇 那么精致大器盘 而是在追求中小作品 追求啊 赏心悦目的 把手玩上的东西 也是让他跟万贵妃饮酒 着罗 娱乐的一种东西 所以 他的作品呢 无论是 碑 盘 这些 这些用品 还是 罐子 瓶子 这一种像 他都讲究圆润 秀美 特别讲究线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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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陈华皇帝这个人呢 执政事务人 是平易 是个平庸的皇帝 但是他本人写这些人 他也绘画 因为他玩嘛 所以在他的统治下来 平常的愿化艺术啊 得到发展 像唐北斧啊 这些艺术家 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所以呢 他呢 这个 这个 喜欢那种 带有隆重的脂粉气息的 女人气息的 第三个 成型讲究秀美 讲究修饰 各个部分 讲究均衡 典养 要完全符合皇帝的喜欢 皇帝的喜欢 这个 大建作品呢 有一些 大建作品制作就不是很清新了 大建作品就不如小建作品那么清新 比如说 三十二公分的 三十公分的那个 青花双丝盘 翻过来 那个底啊 有糊米底 啊 有那个 这个糊 烧红了那样的 米啊 烧红了那样的底 那就是在那个垫饼呢 跟那个 底部结住了 所以沾上去了 这样的东西啊 也生产出来 产生了这个 糊米底 产生糊米底 油米 啊 这橙花豆彩 这橙花青花啊 橙花豆彩 轩的 轩的 这是空白漆的 啊 这是空白漆的 你看 这个空白漆的五款官邀 啊 都是非常漂亮 那么这个 有一部分呢 呃 它是两者也混合起来 所以它既有进口料的 深层明艳的 呃 油米 还有一点点 晕晒 另外它也有国产料的 稳定 国产料最大的特点 是稳定 啊 不晕染 但是橙色也没有进口料 漂亮 啊 但是它稳定 所以呢 它一种这个 混合使用 那么 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运笔啊 它不像那个 呃 进口料那样 是吧 它用原料的特点 它要 鼻重水龙 运笔极俗 它这个手 到成画的时候 它就可以 允许画家 缓慢运笔 精细来画 慢慢地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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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出的这些作品 所以很典雅 很多啊 都是工碧画 很多啊 都是工碧画的 工碧画的特点 绘画的内容呢 它超过了这个 有诺和玄德 图案 玄纹 保处纹 锦绣纹 云纹 如意纹 品质纹 品质云纹 还有那个 林芝 团菊 宝香花 曼彩 华人花 啊 还有自然景观 比如说这个 桃树花鸟 海水海马 嗯 海水易寿 鸳鸯连鹤 啊 松竹梅 啊 这些内容丰富多了 那么大多数都是 画笔 娴熟 流畅 韵笔缓慢 还有人物故事 它人物故事呢 有三个演绎 《江北亚西秦房友》 《沈仙故事》 《四女图》 《四爱图》 《佳观晋吉》 还有那个 《四爱图》啊 这是 呃 四个著名人 《王熙智爱娥》 《桃圆明爱菊》 《孟昊仁》 《安逸梅》 啊 这个 这个《四爱图》 那么这个 这些文字上呢 有回文 藏文 梵文 还有 写天字 这个明朝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 呃 《桥昊仁》啊 痴迷于这个 宫廷的设斥 痴迷于宫廷设斥啊 所以呢 他就不管这些 因此明朝的 宗教啊 特别自由 在这个时候 这个 什么天主教啊 佛教啊 道教 还伊斯兰教 这个伊斯兰教啊 大家知道 伊斯兰教是无神崇拜 啊 我们福教跟那个 西欧的宗教都有神 有有有神的 耶稣啊 基督啊 地下 我们中国有福教 道教了 有天上天师啊 基督都有啊 但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伊斯兰教啊 他无神的 这个 这个明朝啊 卢永啊 在永安笔记里面 啊 在永安笔记里面啊 就记载着啊 伊斯兰教啊 不拜神灵拜天 拜天 拜天 所以啊 他那个 这个瓷器上啊 他写一个篇字 在我们有些 伊斯兰教的 教 教堂里面啊 他基本上是 不 不 不摆那个神龛的 但是有的家庭呢 也 写一个篇字 所以这个 这个瓷器啊 我估计有可能啊 就是当时 伊斯兰教在中国 流行的一个表现 那样一个表现 那么这个 这些文字 书法艺术呢 它是很规范的 陈华那个 是我们 这个名款 最规范化的时期 最规范化的时期 方框 六字 儿童体 为什么儿童体呢 因为陈华王帝啊 他自己写的 那个名款他自己写的 他自己因为有个艾辉啊 这个万 万金儿啊 这个万贵妃啊 他不生孩子 生了一个孩子以后 他妖贼了 妖贼了 他自己不生孩子 不生孩子了 公女啊 这个明天是用公女啊 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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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啊 跟那个公女 发生关系 一怀孕了 他万金儿就追杀 所以前华 到好长时间都 都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啊 因此他也想孩子 所以他就 有一种追求呢 自然追求呢 这 反不归真呢 自然的儿童品 所以他 成化的年款是儿童品 但后来他有 后来他有一次啊 到了文元国那个 那个 到那个 到那个 李发 李发市 皇宫李发是李发 他去李发 李发那时候啊 那个李发市就 说 这个 背下 进来挺好啊 不好 背下 这个 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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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不好 说 为什么不好 他问他 当皇帝 他说 你看 我这大把年纪了 一个儿子都没有 你看 这个不孝与三 无二为大 我当皇帝 后人都没有啊 他那个 李发市 哎 曾万世 你可不要这么说 你有啊 你有孩子啊 我哪里有孩子 我的孩子有没有 我还不知道 我当皇帝 我还不知道 我有孩子 他说你有 你呀 你曾经到这个 皇帝那个书屋去看书的时候啊 有一个姓范的女子 你当时就喜欢她 而是你当时跟她 就是信了她 那个皇帝叫姓 当时后来就怀孕了 后来就躲过万顾飞去追杀 所以她就逃出宫去了 就在我家 把你孩子生下来了 真的 就真的 赶紧看去 你看 果然像我就是她 立刻进攻 封为这个太子 而且马上 东宫啊 就跟万国飞断绝 不让她出来 不让她出来 后来就是 红字皇帝 就是后来的红字皇帝 所以她跟那个万国飞呢 生死年爱情不变 下面呢 我就讲讲晚宁的时期啊 晚宁的时期呢 就是从政代开始 正代佳境万历天启崇祯 那么一共六个皇帝 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 这个时候的瓷器呢 它有两个发展的趋势 第一个就是明朝 明朝大明王朝已经腐败了 这个政权因腐败 国力空虚了 就没有流量支持紧别人的瓷器生产了 那么一个国家的空虚 一个国家的腐败 衰败影响到其 整个的手工业的生产 经济发展 所以明朝的瓷器 要向粗放方面的发展 那么最后啊 你们如果遇到这个晚宁的瓷器啊 它是这样 精品跟粗放的作品并成 而且粗放的作品呢 越来越占优势 生产越来越多 精细的作品呢 就越来越少 精细作品越来越少 特别到了万利以后 这个万利这个皇帝 三十年不早朝 腐败透顶 到他死以后啊 他下了一个罩 瓷器等向席接停止 所以瓷器啊 就从此以后 官邀就停止生产了 那么这个瓷器啊 这种直线下降 是吧 精品呢越来越少 精品越来越少 表现的方面呢 就是青花料 大多数不精 而且是用国产料 提炼也不精 来路也很多 来路 这个青花料来路也很多 大多数啊 是在池药附近的 采集起来 比如说 景德镇附近的破汤青 还有云南的茴青 还有呢 这一些这个 石子青 这些的瓷器的质量 这个清量的质量 都不是很好 所以生产不出好东西出来 第二点啊 他这个这个 这时候的瓷器啊 他这个配方不大 所以生产的瓷器的口原部分呢 常常有这个薄油的现象 口原呢又掉落下来 他配方不大嘛 还有生产工艺啊比较粗啊 他这个地方 嗯 这个控制不好 少数的瓷器啊 那个口原部分呢 又就掉了 掉了这个现象呢 过去叫虫吃釉 过去以前呢 就好像虫是不能吃釉的 但是虫啊 能吃商业 吃树叶 把树叶吃掉了的痕迹 就在瓷器上显现 所以呢 是一种薄釉的现象 那么这个 就叫做虫吃釉 虫吃釉的现象 那么再一个特点呢 为了掩盖这个淬点 为了掩盖这个淬点 为了掩盖这个薄釉 这个虫吃釉的现象 他一般都在这个 瓷器的口原部分呢 涂一层酱 涂一层酱石油 涂一层酱汁 就是用平贴矿配的 然后放上去 再也放上去啊 成为酱口边 那个酱口边就不掉落了 就不掉落 所以酱口边 还有呢 他那个修批啊 这个挖竹 挖竹技术摔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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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瓷器啊 他在这个 呃 在底部的瓷器上 跳刀现象 就像一个人啊 手发颤 这个挖竹的时候啊 就有这个放射状的跳刀现象 它有跳刀现象 那么 另外啊 就是这个 呃 刚才说的 那个圈竹啊 一般都向里抠 所以抠起来当裸打 抠起来当裸打 抠起来当裸打 这也是晚民瓷器 呃 那个特点 另外这个 装饰内容呢 庞杂 装饰内容很庞杂 那么这个 特别是 家经万历从上 从上这个道教 他们不问朝政啊 就把这个故宫紫荆城啊 变成一个道官 啊 让那个和尚呢 呃 让那个道士啊 来跟他研究黄宗树 黄宗树 所以呢 他们非常的腐败 在社会呢 招募这个 漂亮的女子啊 来冲公寓 那然后呢 他们就 这个福教 道教 各种宗教的内容啊 大量的出现 像故宫于花园修的清安殿 是道教的 像城华庙 就是城华庙 在故宫里修个城华庙 那就是 呃 在在西教楼 那就是那个 呃 福教的 所以 宗教的内容很多 内容庞杂 而且呢 他们把他的腐败的统治啊 寄托于啊 呃 龙和凤 因为他是体贴行道啊 呃 龙的儿子 所以呢 龙凤啊 很杂乱啊 我曾经发现一个瓶子上面有十八条龙啊 你想想一个瓷器上面画十八条龙怎么弄啊 他一个小空袭他也放一条龙进去 以为啊有龙的保佑啊 我这个大明江山就可以稳固 实际上是他们一种空虚的表现 一种迷信的表现 所以内容庞杂 啊 内容庞杂 另外人物故事增多 人物故事增多 那个 呃 化遍了中国 历史传说 小说故事 什么山鬼养溢啊 梁家将啊 隋唐演义啊 列国志啊 这个西乡记啊 这个西游记啊 这些东西啊 在那个瓷器上 呃 大量的出现 大量的出现 所以那些故事啊 考证起来特别的复杂 呃 什么那个 金陵梦啊 黄梁梦啊 呃 什么这个 呃 这个 周初斩交啊 这些 这些故事 很多很旁扎 所以 他的内容 化遍了 张辉小说 历史传说 版画故事 呃 内容非常旁扎 那么这个时候的瓷器呢 就 呃 精品的东西就比较少 但是呢 这个时候啊 有一个特点就是 西秀东晋 欧洲经历了 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 呃 盆长 那么 逐渐呢 把手伸向海外 侵略的东西啊 逐渐增多 西方的文明呢 也逐渐就呢 随着他侵略史的的可展 也逐渐呢 向东方传播 所以在中国的这个文人当中 呃 手工业当中 逐渐也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呢 会会画上面呢 有一些啊 突破了 朱院长提出的文化保 文化保守主义 表现个人性格 表现世面文学的一些内容 在实际上出现 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那么他为为他也为我们 持续经历一个新时代以后 重新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结束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说有这个 呃 一点互动 大家可以解决问题 谢谢 谢谢同位 非常感谢啊 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演讲 接下来是一个互动时间 有问题的话 请您举手 和李老师有一个交流 从政慈禧啊 是在明朝的后期啊 他有一个啊 新的这个发展 从政这个皇帝啊 还是比较有座位的一个皇帝 但是呢 他的座位啊 就是因为明朝已经大下 清下来了 他支撑不住了 他也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 景德镇的慈禧呢 有一定的发展 从政慈禧啊 他的绘画的内容啊 比较丰富 而且文人的气质啊 比较明显 比较精美 在那个现在海闹池当中 海外 老祖类的池当中 比较属于精品的范围的 都是从政的 他的清花料啊 比较明艳 而且呢 他对那个明朝晚期 发明一种新的技术 就是分水云染的技术 他做的特别好 所以他的画的画文啊 山水啊 远山近水 人物呢 这个国中表情啊 他都用分水的办法来表现出来 显色漂亮 绘画准确 池子比较精美 这就是从政瓷器啊 在海外 老祖类的池当中的表现 在国外的收藏当中 从政瓷是受到比较推崇的 英国有一个 一个老贵族叫 勋爵 叫巴特勒 巴特勒勋爵 他收藏的万民的瓷器 十七世纪万民瓷器当中 最好的瓷器就是从政的 这个名款呢 因为它这个 都是玉妖厂 都是给皇帝生产的 那么给皇帝生产呢 这个紧的症呢 他只是实现这个瓷器的生产 但是在设计上面 在要求的样式上面 他都是皇宫啊 这个艺术家 皇帝周围的艺术家 来设计 甚至拿古今 试样 拿了以后啊 让皇帝挑选 挑选完了以后啊 有宫廷画家 宫廷的工匠 把他做出来 木头啊 卷出样式 像这样式 那么这个写字呢 他一定是用他周围的 最喜欢的画家 成画呢 他是自己写啊 但是个别的 个别的 其他的啊 都不是皇帝自己写 那么都是要啊 他皇帝身边的人 拿出去的以后 由这个公里的 内务府的太监 送到皇宫去 去生产 那么现在 有一本有一本书啊 刚出版 叫做这个 清宫观样瓷器 清宫观样瓷器 刚出版不久 刚出版不久 他们跟我送来 他们跟我送来 以后啊 他那个每一件瓷器的制作啊 皇帝都有样式 宫廷都有样式 宫廷的样式 宫廷的样式 烧完了以后 瓷器烧完了 瓷器进来了 然后要把那个瓷器送回来 他宫廷里面 再把它放到这个 文言国图书馆 今天在座有很多这个瓷器 清华词的爱好者和收藏者 所以这个 有简德今天咱们这个 李老师给咱们带来 一个讲座的重要了 非常感谢李老师 对清华词给咱们做的 这个见诚知识讲述 我们今天讲座到这儿 也感谢各位 祝各位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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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